導演吳念珍在全台各地推動成立快樂學習協會 並要和在地的社福單位連結扮演資訊平台的角色 而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為了實踐深耕在地的理念 也主動認養了快樂學習協會的大理基地 而是逢中秋佳節 這天董事長廖子層也前往基地和孩子們互動 並以新聞認識家鄉為主題 帶著小朋友認識大理 幫他們更加認識了解自己的家鄉 在音樂的伴奏下 小朋友高聲吟唱詩歌 快樂學習協會大理基地的小朋友 每天都會利用客服時間 學習詩歌 聽故事 只要一下課 這裡就充滿歡樂的笑聲 我們在這裡都聽耶穌的話 或者跟聖經的話語 我們會很開心 我覺得開在這裡聽故事很開心 然後這裡都在講一些誠實跟善然還有耶穌的故事 我在這裡聽到了關於勇敢品德禮貌的故事 聽了感覺十分的高興 然後時候很多 再看看左邊 秉持著實踐深耕在地的理念 台灣數位光訓科技集團 不但主動認養快樂學習協會大理基地 這天趁著中秋佳節前夕 集團成員也前往基地和孩子們互動 以從新聞認識家鄉為主題 希望帶著小朋友認識大理 讓他們更了解所在地 中秋節前夕來跟小朋友互動 看著他們學習 然後開心的吃著點心 已經度過一個快樂的下午 那我覺得這對我們公司的同仁來說 是一種最好的學習 因為助人才會覺得更快樂 然後小朋友的快樂 讓我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 會是非常有意義 那也肯感謝台數科提供我們對小朋友 有各式各樣的嘗試的機會 不論是上次的 物風高爾富球場的生態體驗影之外 還有到我們這邊來分享故事 這都是一個很棒的體驗 以大理基地為據點 請小朋友畫出周圍的店家 現場氣氛相當熱烈 不但讓小朋友提前度過一個快樂中秋 也留下難忘的回憶 記者張瑋玲 台中採訪報導